大家好,2月23号,美国科技巨头英伟达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所提交的文件当中 第一次把华为公司列为包括人工智能芯片在内的多领域最大竞争对手 英伟达的报告正式指出,华为在专为人工智能设计的芯片方面 与英伟达公司存在竞争关系 这些芯片包括图形处理单元、GPU、中央处理器、CPU以及网络芯片 此外呢,英伟达还将华为视为一家云服务公司 因为华为正设计自己的硬件和软件以优化人工智能计算 作为英伟达AI芯片系列的竞争者 华为开发了升腾系列的高端芯片 其中华为的主要产品910B芯片被视为英伟达A100芯片的主要竞争对手 华为在2018年第一次推出了升腾910 并在2019年正式推出作为构建全线AI产品组合 并成为算力提供商战略的一部分 同年,华为成为美国出口管制的目标 那么华为真的能够成为英伟达的竞争对手吗? 甚至国内的一部分人士据此认为英伟达现在害怕华为了 此话究竟该如何解读呢? 应该说华为在科技博弈的战略格局上 的确是英伟达的潜在竞争对手 那么这是千真万确的 特别是在全球都无法忽视的中国芯片市场上 英伟达的市场份额正在快速的被华为拿走 但是我们如果要说在全球科技市场上 英伟达惧怕华为 那么是有一些过了 毕竟无论从产品的先进水平 还是目前已经取得的市场份额和业绩指标来说 华为距离英伟达还有很远的距离 需要努力来追赶 当然中国制造遍布全球 中国市场的影响力也自然不能小觑 根据分析师的预测 中国的人工智能芯片市场将高达70亿美元 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规模 也凸显了国内芯片产业的重要性 在缺乏英伟达等国际芯片供应商的情况下 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将不得不更加倚重于国产芯片产品 尽管国产芯片在某些性能上可能暂时无法与国际 顶尖产品相媲美 但是随着持续的研发投入和政府的扶植政策 缩小这一技术差距也只是时间问题 英伟达此次明确将华为列为竞争对手 也从侧面证明了国产芯片产业的潜力和发展势头 但是同时要看到 放眼国际英伟达目前的江湖地位 可以说是捅破了天 在人工智能算力芯片方面 应该说是遥遥领先的江湖地位 2月23号 英伟达开盘之后又大涨了3% 股价占上了800美元的关口 市值突破了2万亿美元 那么这也意味着英伟达成为历史上 最快实现从1万亿美元到2万亿美元市值的企业 仅仅用了9个月的时间 在大超预期的业绩成绩支撑之下 已经被分为是宇宙硬核第一股的英伟达 可以说是捅破了华尔街的天 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个股单日市值的增幅 而比股价更加捅破天的是 英伟达的业绩捅破了天 对科技捅破了天 某种程度上 它已经决定着全球科技产业的进程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它决定着而不是影响着 2万亿美元的市值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是把阿里巴巴腾讯京东拼多多百度美团 宁德时代和比亚迪等等公司加在一起还要多 而此前一天涨出了2770亿美元的市值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换言之呀 英伟达一天股票的上涨就涨出了一个阿里巴巴 加一个百度再加一个京东的总和 显些年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市值 干到了大几大几千亿美元 进入了全球市值的石墙 和这些公司可以说是平起平坐 好些人呀都感到非常的震惊 几个民营企业怎么能做到这么大呢 现如今看来不是阿里巴巴腾讯做的太大 而是我们的心和想象力太小了 回到英伟达 在不久之前呢 他还曾经有过更加载入史册的成绩 2023年的5月25号晚上 他的股价一夜之间暴涨了近24% 相当于一夜之间涨出了两个英特尔 半导体的旧历史也因此被他彻底的掀翻 而到此时 他的股价已经在不到五年的时间之内涨超14倍 如今英伟达的对手们 全球三大芯片巨头 高通公司 英特尔公司 以及AMD公司 市值加起来还不到他的一半 几年之前三星和英特尔还在为谁是芯片行业的老大 真的头破血流 而现在呢 早就不用争了 因为答案变得毫无悬念 作为离谱的是 前两年正值全球半导体产业哀红遍野之际 大多数同行可谓是举步维艰 三星电子更是创下了14年里最差的业绩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英伟达可以呢 无视全行业的衰退 逆势飙升呢 答案正是眼下大热的深城市人工智能 AIGC 那么以及指对整个AI世界的未来想象 AIGC的背后是大模型 而训练大模型需要超强的算力 而未来AI世界的运行也会需要更多的算力 英伟达最新的财报就显示 它在2023年第四采集 实现营收高达221亿美元 比上一季度增长22% 比去年同期增长265% 其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AI大模型训练的拉动 2023年以来 随着AIGC的大热 全球科技公司疯狂追逐大模型 微软 谷歌 亚马逊 对数据中心芯片的需求 也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仅仅在中国 目前已经发布的大模型就超过了200个 很多公司参与其中 而这些公司 无论开发的大模型有多么的不同 都在抢购同样的一种产品 那就是英伟达的GPU的芯片 而英伟达炸裂的第四季度的财报业绩 居然还是在美国限制其高端芯片 出口中国 中国市场份额 这个跌倒不足跌到不足10%的情况之下来实现的 随着订单雪片般的飞来 英伟达的芯片 各位是疑惑难求 有人就形容 英伟达的芯片已经成为 这个星球上最稀缺的资源 马斯克则抱怨 比毒品还要难搞到 疑惑难求之下 价格也自然是水涨船高 在网上英伟达的AI旗舰芯片H100 一度被炒到了4万美元一个芯片的这个地步 切的GPT刚刚爆发的时候 所有人都以为OpenAI赚翻了 实际上英伟达才是最大的赢家 这一些情况呢 我们能看得很清楚 那么目前的进展 让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 成为了硅谷乃至当下全球科技产业界最有权势的人 他的分头甚至盖过了科技狂人马斯克 这个祖籍浙江青田 总穿着一身黑色皮夹克的男人 因为拳打英特尔脚踢AMD 被称为是硅谷最为好斗的男人 但外表好斗的老黄 在内心深处藏着一颗孩童般的好奇心 在台北他一个人逛夜市 手里面拎着一袋子的大麻花 被很多人调侃 甚至他还被拍到探着脑袋 一脸好奇的出现在了两位美女主播的镜头前的样子 而就在不久之前 老黄还曾经到访了英伟达在北京 上海深圳的三个地方的办公室 参加了中国区的年会 在年会上黄仁勋性质高涨 身上穿了一个花马夹 手无足蹈的去玩弄起了红手绢 与员工一起纽阳格 一个作用万一是指全球科技产业最有权势的人 竟然对街头小吃 对乡土味十足的纽阳格文化 产生如此大的好奇心 这多少呢 有一点点的违和 但正是这样的一种好奇心 让老黄改写了芯片产业史 也改写了华人科技和经济史 成为华人历史上第一个办出了万亿美元市值公司的人 他也是目前为止全世界把公司干得最大的华人 回顾老黄的创业史2012年的9月30号 注定要载入史册 那一天一种叫做AlexNet的深度学习模型 在全球视觉识别的挑战赛当中 那么以吊打第二名的成绩夺得了冠军 一战成名 新一轮的AI革命也就由此引发 与传统商使用CPU不同 AlexNet使用两块英伟达的GPU芯片 来为模型训练提供算力 GPU专为并行计算而设计 可同时处理大量相同的计算任务 而相比之下 CPU则需要处理更加复杂多变的计算 有人打了个比喻 CPU就像是老教授 那么微分积分都会算 而GPU则像是小学生 只会算简单的加减成熟 但如果有个工作需要计算 几亿次一百以内的加减成熟 那么几十个小学生 显然是吊打老教授的 而AI模型训练 恰恰就需要这种计算 实际上早在本世纪之初 在美国的大学里 就有人开始用GPU来训练 AI大模型 毕竟相比CPU 它的成本更低 效率更高 黄仁勋对AlexNet的成功 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 他由此预感到 AI时代即将到来 在老黄看来 AlexNet不仅仅是某种AI大模型 更是一种软硬件层面的革命 为了迎接这场革命 黄仁勋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All-in AI 让英伟达制造的每一块芯片 都专注于人工智能 2012年是属于移动互联网 和智能手机的时代 黄仁勋All-in AI的决定 多少有些形单引估 对英伟达来说 更是一次冒险 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另辟蹊径 2006年 为了让GPU获得像CPU一样的通用计算能力 英伟达推出了CUDA 并行计算架构 让程序员可以调用GPU的算力 在此之前 GPU正如它的名字一样 图形处理芯片 那么只能用作图形的渲染 这个决定让英伟达在当时一众显卡厂商当中 可谓是鹤立基群 他也因此改写了GPU的历史 对此呢 黄仁勋解释说 英伟达之所以在并行计算领域 敢为天下先 原因就在于 英伟达的目标是为人类要做出贡献 这也就意味着 英伟达不会走别人走过的老路 而是要打造别人不曾打造过的产品 这种好奇心和改变世界的理想 一直驱使着英伟达在人类未知领域不断探索 2012年 在决定豪赌AI之后呢 黄仁勋在软硬件层面 不断提升英伟达GPU的性能和易用性 尤其2016年 推出首个针对AI计算场景的P100芯片 在此基础上 英伟达重金打造了全球第一台 AI超级计算DGX-1 但黄仁勋并没有出售 而是把他捐赠给了旧金山一家非盈利性机构 他就是今天在全球科技产业界 如雷贯耳的OpenAI 在捐赠仪式上 老黄拿出了一个记号笔 在机箱上激动的写下了一句话 为了计算和人类的未来 我捐出世界上第一台DGX-1 当时除了OpenAI 没有几个人真正的读懂这句话的意思 在大多数人看来 老黄做了一笔亏本的买卖 但时任OpenAI联合创始人的埃隆马斯克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全球科技狂人 专门发推特感谢了黄仁勋 因为DGX-1让OpenAI的训练时间 从一年缩短到了一个月 有了DGX-1的OpenAI信心爆棚 决心打造更加强大的AI 他们找到了微软 向对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希望能够构建一个AI系统 永远改变人类与计算机交互的方式 也就是今天分离全球的ChatGPT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被谷歌苹果强压一头的微软 岂肯错过如此这般的机会呢 当即决定向OpenAI投资10亿美元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黄仁勋用一台价值12.9万美元的DGX-1 换来了英伟达的大爆发 不但A100 H100等GPU芯片被轰强 财富100强的公司 一半以上都安装了英伟达的DGX-AI的超级计算芯片 应该看到好奇心是推动人类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 20世纪初 爱因斯坦用相对论颠覆了经典的物理学 在被问到为什么偏偏是他创立了相对论时 爱因斯坦认为是强烈的好奇心 一个正常的成年人 不见得会去思考时间和空间的问题 黄仁勋创立英伟达 并改写人类芯片史的动力 同样来自于好奇心 1993年在创立做GPU芯片之前 黄仁勋曾经打电话咨询过一位专家 对方劝他 这个市场还没有起步就已经是乱成一锅粥 你最好别干 但好奇心和直觉告诉老黄 图形芯片会在未来大放异彩 2006年当所有人都认为GPU只能做图形渲染时 黄仁勋却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 试图将它做成一款通用计算芯片 没有这样的好奇心 英伟达不可能开发出CUDA并行计算架构 更不可能在2012年之后好赌AI 但仅有好奇心还是不够的 成功还需要执行力 CUDA架构推出10年的时间 整个华尔街一直在问英伟达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投资 对于英伟达来说 对于很多的华尔街人士来说 他的市场估值就是个零 但是呢 黄仁勋不为所动 他始终坚持甚至不惜投入上百亿美元 为此呢 英伟达的利润遭受到巨大的打击 公司市值长期徘徊在百亿美元上下 被老对手英伟英特尔调达 正是这十年不懈的坚持 让英伟达在AI领域 形成了一个成熟而庞大的生态 时至今日 谈到深度学习 基本上离不开英伟达的GPU和CUDA 在此期间 苹果公司 谷歌公司 AMD公司等众多科技巨头 都曾经试图复制英伟达的成功经验 但始终难以挑战后者的江湖垄断地位 好奇心 远见 目光 加上毫不妥协的执行力 在很多人看来 是黄仁勋带领英伟达不断创造奇迹的重要原因 这种品质早在他少年时期 也就出漏端倪 读小学的时候 有一次为了体验置身火海的感觉 他和哥哥弄来了很多的打火机 把里面的丁丸倒进了游泳池里 点燃之后纵身跳下去 一般小孩干不出这样的事情来 而顽劣的老黄最终干出了一番大事业 现如今 英伟达在AI芯片市场上独占60%的市场份额 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 2023年之前 英伟达差不多有20%的业绩 是来自中国市场 但现在因为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制裁 情况发生了变化 比如最新的一个财机 其中国业务几乎是实现了下降 而公司也预计到这一趋势 短期之内不会改变 虽然中文讲得不太好 但是老黄形容自己 骨子里是华人血液 面对美国的打压 他曾经提醒华盛顿 英伟达可以在其他地方生产芯片 但中国大陆的市场是唯一 且不可能被取代的 今年春节之前 他还一一到访了 英伟达在北京上海深圳的3D办公室 并且参加中国公司的年会 穿上了大花衣 跳起了舞 也就更加凸显出 他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 而未来呢 随着GPU取代CPU 英伟达或许会迎来更大的爆发 比起市场份额 更加令黄仁勋感到兴奋的是 英伟达为计算和人类的 未来发展AI时代所做出的贡献 就在前几天 OpenAI以视频生成模型 Sura震撼世界之后 马斯克分享了2016年 黄仁勋送给他 刚刚成立的OpenAI的首台 超级计算机DGX-1时候的场景 黄仁勋一直强调 英伟达是重新发明了计算 在捐赠OpenAI的超级计算机的机壳上 那么黄仁勋亲笔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 至马斯克和OpenAI团队 至计算和人类的未来 那么同时他说 为OpenAI乘上全球首台DGX-1 英伟达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 始于梦想 可谓是明治实归 AI时代浪潮之下 希望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科技界能够加油 在AI时代如果输掉一个人工智能 就有可能在整个的科技博弈 科技竞赛当中满盘结束 可以想象未来人工智能将会渗透到 每一个方面每一个角落 而中美科技的竞赛这一局 人工智能可谓是至关重要 双方都有着输不起的压力 而目前中国科技界在人工智能这一领域当中 应该说正在承受着越来越多的压力 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看到更多的进展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